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吐红中国的看点啊 其实是这会儿啊,吐红中国正在召开的叫什么来着 10月20号到24号啊,这会儿还在看 叫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会议 第六次会议 然后呢,里面呢,这个就出台了一个 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法律啊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然后交到这个人,人大代表大会啊,去审议通过了啊 说有一种这个关于国务院的一种这个地位 与职权与意义的一个这个改革啊 正是以这个法法律的形式就给固定下来了 这话说的都是一些个套话啊 但是呢,仔细想想是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过去中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虽然国务院的总理啊,是这个人民代表,人大通过的 完了以后要这个国家主席签字同意 也就是说其实是人大任命 人大和这个总书记任命,国家主席任命啊 但是总理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个党的权利的一种 对党的总书记的权利的一种制衡 所以基本上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你比如说胡锦涛和温家宝 温家宝跟这个胡锦涛有的时候就不对付 朱镕基和这个什么江泽民有的时候不对付 那更早的是比如说这个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的时候也不大对付 是吧,他为什么呢?其实他是中共的一个传统 就是中共是没有一个制衡的体系的嘛 因为党领导一切嘛,但是中共的人也不傻 就是你完全没有制衡的话,这个也很难搞 是不是,宴堂嘛 毛泽东后来就周总理就不敢多说话了 共产党就彻底烂大街了嘛 后来他们一直在试图去维护 用国务院的力量,然后有效的 或者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叫有效的啊 去对这个党的组织,对党的总书记 构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制衡 所以中南海里有南院和北院之间的一个平衡的关系嘛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朱镕基当年搞的时候 江泽民要收拾法轮功,朱镕基不同意 说让他们念呗,有什么关系呢? 搞得江泽民就火气不大一出来啊 浑身就都冒烟 比如说胡锦涛说朝鲜的制度就是好 是不是,朝鲜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搞得温家宝就不高兴 所以温家宝经常会说这句话 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也有得而夫时文革还会重来 这句话说个谁听的 很多人也说说个习近平听的 习近平那时候又没上来 这句话是说给胡锦涛听的 温家宝劝胡锦涛 适当的搞点政治体制改革 否则的我们这些人都白忙活了 所以温家宝的话说的有点道理的呀 他们都有一个东西 尤其是习近平搞的时候 李克强虽然没什么权利 他的确对习近平的种种的一通断稿 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直衡 为什么李克强愿意敢跟习近平叫板呢 那是因为本来的总书记的位置是李克强的 后来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 加上宋平 他们成功的说服了胡锦涛 完了以后李克强就是屈居总理 他们其实两个人是平起平坐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开的一个所谓的会议 其实就彻底就改变了这种格局 这是共产党过去70多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国务院不再是一个对党的总书记 构成一个某种制衡的这么一个机构 而是成为党的机构的里面的一个部门 一个摆设 国务院的总理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权了 所以其实早就看出其中的端倪啊 比如说这个李强第一次出席这个总理记者会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啊 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贯彻好落实好是不是 完了以后 在国务院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又说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部署党中央的决策 是吧 落实好贯彻好 每个人当成执行者 而不是决策者 国务院它是个经济部门 它有决策权的 没有 叫执行者 行动派 实干家 而不是决策者 谁是决策者呢 当然是习近平 所以你就知道嘛 这个国务院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国务院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话题不是特别火 但是呢 你要把它读懂了以后 你就知道 真的 习近平上来的一个时代真的就过去了 完全撤离的过去了 习近平在他死去之前 中国的情况要变得比毛泽东当时和周恩来在一起搞 更糟糕 你不行 你就试着看吧 真的 我把话说在这儿好 所以今天的国务院的话 这么一搞的话 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韩国和台湾 韩国也有这个行政院的 就是国务院嘛 他也叫国务院 台湾有一个院叫行政院嘛 台湾的行政院是我们苏家的苏贞昌 现在是谁我都不知道 就是他只有干活的权利 真正拍板的决策的 那是总统的事情是不是 韩国也是韩国的这个行政院的院长 国务院的院长 他也叫总理 国务院总理 是吧 他就是一个干活的机构 他是总总统任命的 所以前一段时间韩国的国会 说要罢免这个韩国的国务院的总理 那总统不签字 你罢免不生肖 没用 你议会罢免他不管用 是吧 因为他本来就是总统任命的这么一个职务 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国务院总理 已经完全成为习近平的一个经济办公室 有点像台湾的行政院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变化可不得了了 这个变化说明两点 第一 李强真没什么权利 你千万不要以为李强有什么任何权利 随时可以被细胞子拍死 就是习近平养的一条狗 明白了吗 就是正式通过文件的方式 通过法律的方式正式界定 国务院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小的一个经济办公室 李强就是习近平养的一条经济狗 跑腿的 打酱油的 跟你我没什么台的区别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他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制衡的措施 他就一个人说了算 随便他乱搞 第三是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习近平 他不可能有接班人 因为李强比他年轻小啊 如果说要要说接班人的话 国务院的总理当接班人多好啊 你像当年赵紫阳就做过总书记啊 是不是 所以他没有接班人 没有接班人就一定他 以后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加州政治吧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啊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呢可以顺着说一说 说这个北京正在谣传呢 说习近平跟这个彭丽媛 在私底下说话 有时候跟他们那帮太监在一块说话 都时不时的就流露出一种羡慕之情 羡慕谁呢 羡慕这个朝鲜的金正恩 羡慕金正恩的什么呢 是他一统天下吗 不是 是宣布金正恩 他的有个女儿是不是 胖胖乎乎的 长得挺像金正恩的 是吧 小小年纪就抛筒露面 是吧 就那会鼓掌 是不是 是吧 说他们的鼓掌都是设计的 金正恩鼓掌是这样子鼓的 金正恩鼓掌是这样子鼓的 他的女儿鼓掌是这样子鼓的 所以现在金正恩的女儿 小小来才十来岁吧 十一岁 一出来的话 所有的朝鲜人都跪倒在地上 然后山呼万岁 说明这个金正恩的女儿 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法庭的接班人了 是不是 你想想习近平跟彭妈妈的女儿 习敏泽现在人在何处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啊 所以我特别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 广东的那个牛振宇的 牛振宇的案子啊 就是因为曝光了这个什么 习敏泽的照片 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特别同情他的妈妈 这么不容易 作为一个母亲啊 我是建议一次转一次 接一点微薄之力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你想想他们说 北京这边的人你说 他说尤其是彭妈妈 特别特别不羡慕 金正恩的女儿 小小年纪就抛筒诺面 成为法庭接班人 说就就就就就问他们 这个太监的班子蔡奇啊 李强啊 他们说你们也琢磨琢磨 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是不是啊 你说你因为彭妈妈你想想 他跟习近平就一个女儿嘛 如果彭妈妈的女儿就 习敏泽不接班的话 那肯定是别的他的私生子接班吧 就跟当年毛泽东一样的 要么就彭妈妈接班 彭妈妈显然是不会接班了 那你那如果说你忙来忙去 你自己的亲戒女儿都不能接班 你彭妈妈不白忙活了吗 是不是 所以彭妈妈特别羡慕 说习近平那也认可这样的事情 但是感觉到习近平的女儿 觉得自己的女儿不是那块料 是不是 所以很很头痛 说现在是习近平与彭妈妈最大的这个心病吧 算是最大的心病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网上有很多人在那里在讲这个事情啊 说这个什么 但是最麻烦的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让习近平的女儿习敏泽能够接班 这是个问题 是摆在这个蔡奇李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怎么样顺利的把这个权力交给习敏泽 而不是像毛泽东一样功亏一篑 是不是 自己死了还没几天 你就把江青给抓起来 你能想象一下吗 如果习近平有一天死了 不到一个星期彭丽媛就被抓起来了 或者说习敏泽也被抓起来了 那才好看呢 是不是 所以他人家是想这个事情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是从国务院变成的 真正变成的 变成了真正的习包子的 不不不 变成了习包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经济办公室 李强变成了习包子一个真正的经济小跟班 小泡腿 到彭妈妈 习近平 羡慕金正恩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抛腾弄面 从这个问题里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的啊 就是共产党他的政治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没有之一啊 就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事情你想都别想 什么的军方要把习近平干掉啊 什么的美国要解放中国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中国的经济垮了 共产党也会垮 习近平会死敲敲 那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希望啊 就是这个彭妈妈啊 和这个习近平的女儿 习敏泽 如果结不了班的话 那中国的好戏就上场了 那就有大事故了 我们到时候又有大看点了 谢谢